诗篇150篇第六节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我话 你们要赞美我话 过了两三年已经不看了 他们已经脱了 已经是完全不行了 当时已经看了他们不太行 然后没有多少年 就看到他们一个个收工了 托宾尼、Peter Wagner 都不行了 Paul King、Bob Jones 全部都不行了 但是早过他们出事之前已经开始不看 不听 不会怎么接触他们很多这些东西 原因是什么 原来我们开始不能不借助他们 因为我们有年轻的时候 有我们什么都不懂的时候 但是他们开始是个帮助 但后来就会是个试验 就会成为我们试验 等于举个例子 撒母耳不能一生都听以来说 以来对于撒母耳来说 开谈是否帮助 当然了 如果没有耳利的话 他也不会说这句 我再者里伯人敬听 这句说话 但是接着之后 他的信仰跟回以来吗 但问题你会看到 不多不少他的信仰都被以来影响 因为以来有两个敗家子 但是撒母耳也有两个敗家子 都一样 你会看到了 如果当然他成长到再更加厉害 他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很明显就是说 原来真的会有影响 就是说你在那里受益 但是相对如果不承认到某一阶段 那样东西都会成为你受害 所以变成了 就是你所提到的 关键占卖也是 键占卖这一条路 教会可以定很多很确实的标准 但是那个确实的标准 可能去到下一代 是要另外一种标准都不出击 那个标准可能更加厉害 但是这个是一定要是那个人自己去作出选择 就好像你所说 关于作歌有很多style 而事实上如果尽可能 尽可能我发觉在信仰上面 宁愿你觉得你财能差 用这个做代价 使得你仍然是手结心情那些 有些人会觉得不行 不听他们的歌 不懂得那么多这些 的东西 是的你懂得那么多这些 但是你知不知道 其实比这些技术更容易影响你的 是里面的污染 我作试 就是听外邦的歌也好 或者很多其他这些歌也好 你一定要为自己定了一个标准 一个杂 其中一样东西就不要沉迷了 有些东西我们需不需要学 是需要 但是你自己界定那个程度 总之你发觉那样东西已经开始 已经有污染你 或者改变了你 对于信仰的看法 不自觉底下 你觉得他使你骄傲了 诸如此類这些 你宁愿不要接触那样东西 因为那样东西可能只是一些音乐技术 但是你不知道可能这个音乐技术 背后那个人 他的spirit是什么 或者甚至他的生命是什么 就好像等于举个例子 你只是看到一样东西 就像刚才看现在外国的黑人 那些暴动那些 你会看到男男女女 很多都是基督徒出来的 因为他们很多说基督徒出来 示威等等 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一样东西 就是当看这些片子的时候 当我一播声 你会突然发觉 哇 世界有这么多人说粗口的吗 你发觉你只会说粗口的 就是他们每一句说话 你会发觉 什么这么多人 因为以前我们觉得 基本上十个人才得两三个人说粗口 但现在实际上是十个都满口粗口 不是说一大句说话 当中偶然淡句粗口 但是每一句说话 在每一句说话都要塞个粗口里 就是已经是这样的 就是美国的说话 很多都是基督徒来的 有些片子拍摄 是基督徒说你一定要接受主耶稣 但是每一句说话都要信主耶稣 你不要做这些事 不要示威 什么都行 你看看这片就会觉得世界上 还有美国原来已经十个有十个讲粗口 令你很震惊的 这个时代已经是变成这样的 已经污染得这么紧 那些人都已经不自觉 但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那些戏 以前没有那么厉害的 但是现在差不多到处的戏 说的满口都粗口 个个都说粗口 现在在戏里面 不自觉会导致那些人 思想里面 去跟他这句说话看这个剧情 但是到他生气的时候 他说出来就飙出来 但是相对 譬如我和我儿子都说 我说茜茜你有没有留意一件事 其实你发觉很多这些警察 去打黑人 或者是用枪 最主要你看到 主要用枪打死的黑人 他们死之前的黑人 一定做一件事 就是说粗口 F word 我和茜茜说 你知不知道 他们已经是被洗脑 他不知道他说这个F word的时候 那些警察 不声不声 他觉得 黑人都觉得 为什么你这么做 他句句都问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做 不如每一句都有一个F word 但是他没有想到 就是说 当他这么做的时候 警察是怎么接受 这件事 在那一刻 人来说 可能他从头到尾 觉得 我表达了你的不公义 我表达我的不满 但是 因为他有一个F word 你会看到 警察可以承认我 你承认我 你羞辱我 你一句句都在侮辱我 你侮辱我的家人 那我就对他开枪了 而事实上 这些警察都看惯很多戏 逢见F word的时候 就子弹乱飞了 再来说 已经program了 当时警察会害怕 一吐气的时候 黑人去说F word的时候 只是表达他的愤怒 但是这个警察听的时候 觉得他是侮辱他 他是恐吓他 那我就开枪了 所以每一次都是 黑人被人射的时候 常常都觉得 但是每一个都以自己 不同的方式表达 演绎那样东西 就算你看的时候 你发觉你都可以用 这两个方法去演绎 就算看同一段片 你可以解释 黑人很受害 但是你可以解释 黑人从头到尾 每一句话都在羞辱警察 还有煽动警察 他尿起警察把火 他是用侮辱的方式 他使得警察已经是不受控 都可以的 你可以这样演绎 从头到尾都可以这样 因为警察从头到尾都说 趴下放下武器 趴下不要走 他说这句而已 但对面都是粗口 所以我们当看电影 你会觉得他开枪打他 他跪着他 他对他发脾气 但是如果以侮辱来说 晨早他被人跪下的时候 被人开枪的时候 被人制服的时候 他已经侮辱所有警察 男男女女很多次 所以我们怎样演绎这件事 对于不同的年纪的人 他们有些看惯气 有些完全不看气的那些 那又怎样计算 他接受不了 他觉得这么严重的侮辱 对警察你这么不尊重 跑过来只是执行我的职务 但你还没停过在侮辱我 所以他就叫他下车 不会打他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时代 和下个时代又再不同 但问题的标准 就是我们有没有执行自己 所以现在就如我所说 可能对外国的基督徒 现在 那都可以的 是吧 所以就好像我们可以细致到 是在说听不听什么歌 再细致到我们 可不可以听一些什么曲风 但记住 如果那样东西已经污染了我们 你就真的要气之余救你 你立刻放下它 不管是什么 诗篇150篇第六节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 你们要赞美 是吧 全城塞我上帝 自终不变 情切深圳自建 前路终于到 绝处崎岖多曲折 让我旷征 在世间 千亿个场景空间 难以七千百世事 剧情歌中准备 可自陈世事件 一息间失去 只幻象魂脸 神啊 愿容让我 情放心灵 人生术还愿 总等一天过定见 总等你的脖子 路径交叉线 一心信着你再隐天 神啊 愿我最凋真足的枯强 求我全名正理的事与言 途征冲准的准备 途征冲击的准备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 婿 订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